不是他放弃了学位 比如说改卖鸡排 宜兰也有硕士兄妹党 去接手猪肉摊 但是我们来看看 那真的卖猪肉的 你就说他不会讲英文 那好像也不是这个道理 在新竹有个代课老师 他在大学有英文的学历 那么他平常正职 是跟老公卖猪肉 结果他去代课 反倒就有家长说 那不是猪肉摊老板娘 他来代课这样对吗 然后就开始挑剔人家 说他讲的英文 有个腔调 然后把孩子都给教坏了 现在学校方面 要帮这个老师讲话 他说这个老师 那么他的发音 因为他比较早毕业 所以他是KK音标 不是现在的自然发音 但是他教学非常认真 而且活泼 重点是这都是合法评用 传统市场猪肉摊 老板负责切肉 老板娘招呼客人 不过这个老板娘 走出菜市场 还有一个身份 是国小的英文代课老师 I'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for over 16 years I enjoy teaching English and I love my job 教学资历超过16年 目前在新竹某国小 二年级代课 最近却被家长投诉 不适任 不是早上在卖猪肉 他只要有空 他都会在那边卖 你都已经知道 他这个人了 你怎么会认为他OK呢 担心老师正值 是卖猪肉 老派腔调 影响教学品质 家长质疑代课制度 让学生成了白老鼠 老师满腹委屈 这样叫这样 招牌 好像在被人家 用放大镜看我 本来我就没问题 变成我要去跟人家解释 虽然他是一个代课老师 但是他是经过 严格把关而选录取进来的 学生老师也对他赞誉有加 校方强调 这名老师是 东海大学英文系毕业 虽然没有教师证照 但依照聘用办法 校方经过两次真试 找不到有证照教师 就能放宽到大学学历 是合法任用 这个学习才开始 三节课 小孩子的英文都进步 每个人都进步二十几分以上 那你说如果今天 我是一个误人子弟的老师 怎么小孩子会进步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 家长老师都没错 但因为卖猪肉兼代课老师 双重身份被质疑 老师说这还是他代课 十六年来第一次遇到 三连新闻林清华 新竹采风